大家看到地體一 19世紀中葉 中國跟日本先後被打破閉關自首的局面 我們中國是什麼 鴉片戰爭 日本是受到英國的 受到美國的軍艦隊的攻擊 所以這是什麼 工業革命之後造成了什麼 帝國主義 到各地去搶奪殖民地 所以這是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最有直接的關係 大家選第四革命 第二 儒途是人類演變的想像圖 根據哪一個演化論是誰提出來的 達爾文 達爾文提出演化論 第三題 西班牙語成為中南美洲群 大多數國家的官方語言 這是受到哪一個歷史的影響 注意第五個大發現 不要忘了 第五個大發現 西班牙到中南美洲建立了非常多的殖民地 那西班牙人他們用的是拉丁文 所以中南美洲又稱為拉丁美洲 好 第四題 好 春香在上完理化課的時候想要進一步了解運動定律 然後運動定律 牛頓三大運動定律 牛頓是牛頓提出來的運動定律 打一次選 B 這是天才的士忌 牛頓 牛頓 天才的士忌 好 第五 張老師上音樂課的時候向同學講解音樂所表達的精神 像英雄交響曲對英雄的崇拜 田園交響曲對自然的和諧美麗 命運交響曲 好 這些作品最主要是什麼 十九世紀十二的浪漫主義歌頌英雄 這是貝多芬替那個拿破仁寫的 好 第六 好 歷史事實跟歷史的解釋不同 最大的拆北在歷史事實 注意聽 我們講歷史事實說什麼時候發生什麼事 什麼人做的 那什麼叫做歷史解釋呢 就是我們做最後一個歸納 由我們提出我們自己的想法 講法 好 比如說他舉了一個例子 他說 比如說我們科學 注意聽 科學革命 注意聽 科學革命而言 科學革命 牛頓 提出參大運動定律 這是一個事實 對不對 然後 成立科學研究機構 這也是一個事實 溫度器顯微鏡的 發明 這也是一個事實 好 第四個 因為這些事情同時在這個時候發生 後來的歷史學家給他的一個 來 這個叫做歷史的解釋 就是我們給他一個定義 叫做天才的士忌 這個名詞是我們後面歷史學家提出來了 所以這個屬於歷史的解釋 歷史的解釋 前面三個是屬於歷史的事實 後面是屬於歷史的解釋 好 這一題非常重要 同學 這種題目 很多老師會用這樣同樣的考法 用不同的考題來考同學 你要分得清楚什麼叫歷史事實 什麼叫歷史解釋 好 第七名 民主是近代政治的主流 為了實踐這個理想 歐洲各種文化展出各種新制度 哪一個是英國來注意 英國最主要是什麼 責任內閣制 議會政治 責任內閣制 答案是選B 答案是選B 英國是議會政治 就是責任內閣 好 第八 文藝復興 促使了近代歐洲文化的形成 近代歐洲文化開啟了歷史的新紀元 好 文藝復興 這個運動主要的內涵是什麼 人文主義 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 所以第八題大家選A 同學要注意 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 好 是講人 以人為本 人文主義 好 第九 好 中古歐洲時期封建制度 當時許多亡國都有血緣跟政治上的關係 封建制度 像英國法國兩個 好 說到哪一個 英國法國兩國終結過去的封建 形成了民主國家 民主第一代最早期的民主國家 就是英國法國 葡萄牙 西班牙 老師上課有跟同學講過 英國法國是因為百年戰爭之後 他們慢慢的有了民主的意思 結合成國家 叫民主國家 那西班牙 葡萄牙 他們本身是驅逐了 伊斯蘭教在伊比利半島的時候 才有這樣的概念 所以是百年戰爭 百年戰爭 才讓英國法國有了民主的一個字 這樣的意思 好 第十 早期歐洲對外交流有限 當地發生的事情往往只影響歐洲附近 直到哪一個世界 歐洲人跟其他地區的 年齊增加了 這當然就是什麼 第五大發現 好 所以影響到中南美洲 第五大發現 好 第十一題 南美洲的阿茲提克 說白羽神的降臨是為了懲罰人民 好 同時也是意味著帝國即將滅亡 這白羽神指的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滅了當地的那個古文名 好 所以這白羽神是指的是什麼 西班牙人 答案是選的第四個 好 第十二題 有一位普魯士國王曾說 國王是國家的第一公僕 注意民生 獎勵生產 解輕人民的稅負 使普魯士走向繁榮 請問他這樣的作為反映出什麼 這叫做開明專制 開明專制 就是你本身一定要以這個國家的發展為主 這叫開明專制 開明專制在集權專制 一直到民主中間的過渡時期 開明專制 最有名的就是什麼 凱薩林 有沒有 凱薩林 這些 這個特別小心 這個叫做開明專制 這個老師在課堂上都有跟同學講過 這個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肥特列 凱薩林 這個特別注意一下 第十三 一個人人追求私利的君主國中 任何政治團體其實都有演變為暴政的可能 所以個人的自由回復有賴於我們 透過政治機構的技巧性的設計 特別是立法 行政 司法 好 互相的制衡 請問注意 這一種行政立法 司法 這種言論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應該是用什麼樣的一個主題來講這些東西 言論用什麼主題 就是啟蒙運動 三權分立 天賦人權都是在啟蒙運動 這個時代提出來的 所以答案選C 好 表列 好 是18世紀末某個學者演說的部分內容 好了 演說是演說什麼 來 每一個人只要不是有意把人引入歧途 而是想以心中認為正確的理性跟良知來啟發別人 不管他人的想法是什麼 他都可以向全國具有理性的國民發表自己的意見 言論自由 我們自己有講話的自由 對不對 這是在當時的什麼時候 天賦人權 人 人 老天爺給我們基本的一些人權 這是隱含的什麼 天賦人權 答案選B嘛 答案選B 好 這個地方你特別小心 考試現在都很喜歡用這樣的文章模式來引導考題 15 人能生而平等上帝給予他們若干不能夠出讓的權力 其中包括了生存 自由 這是老天爺給我們的天賦人權 好 請問這天賦人權這個時候 這個這一個內容是哪一個時期的精神 答案是什麼 啟蒙運動 政府的權力是我們給的 那如果他不能給我們幸福 不能給我們安定的生活 我們就可以把它換掉 這就是我們在啟蒙運動當時提出來的 好 如途是某一位曾經促進東西文化交友的人物 所走的路線 你注意看一下 他本身是走陸地 然後回去的時候是走海路 這就是元朝當時馬可波羅來我們東方的時候 好 所以十六題答案是選豬 馬可波羅也寫馬可波羅東遊記 這是他敘述 然後告訴別人 即使他在回去的半路的時候他就死亡 死掉了 這個馬可波羅但是影響 答案選第四個 好 十七 西元1517年馬拉丁路德在威丁堡 馬拉丁路德是德國人 路德教派 路德教派九十五條的論綱 他就是批評本身這個宗教裡面的生殖人員的腐敗 好 請問這一個後來 注意聽他最主要的是要講什麼 就是教會裡面的腐化 答案十七題 賣俗罪卷 腐化 生活 泥濫 所以答案是選A 才引起他要反省 宗教改革 好 十八題 十七世紀英國思想加洛克 好 洛克天賦人權 天賦人權 好 注意 注意喔 人人身而平等 上帝給予他們若干不能出浪的權利 任人一旦 好 這些的 就可以推削弱什麼 天賦人權的話 就會削弱什麼 國王的權利 國王的權利 執政者國王的權利 答案是選C 好 西元18世紀末 北美十三週反抗英國殖民地統治發動戰爭